万表流行力 天书阶梯器 大家好 我是彭于晏 白广路分宴 康维海 然后怎么说呢 万表流行力 天书阶梯器 大家好 我是刘兴利 今天来参加浪琴表全新康卡斯系列 跃动之夜 分享很多重量级优雅的表款 你还别说啊 康老师你要在年轻的时候 那绝对是彭于晏 北京白广路分宴的宴主 康老师都提我说了 这个活动是有很多重大的发布 其中有我们介绍过的 康卡斯41毫米速圈的三针表 还有康卡斯跃动 所谓跃动就是康卡斯的马表 我们在马术那集节目里 给大家亮了一下 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拿到这些表 我再给大家看看争取 再撩一下康卡斯跃动系列 走 怎么样 像我这种害羞的人来到这以后 都觉得特别放松啊 这个互动特别的轻松啊 这个刀带的各方面都特别好 这个活动上 业界的高层有 浪琴表全球销售副总台 和浪琴表中国区执行副总台 谢奇先生 不过讲实话啊 真正引起尖叫的 是浪琴的明星阵容 读不到见解 明星让人尖叫 但现场演出也一样 摇滚乐队逃跑计划 音乐人满舒克演出的时候 我都挤不进去了 然后那个表圈有一个下沉式的轨道 然后呢 灵感来自这个上世纪五年代的康卡斯 这个优雅跃动系列 它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包括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康卡斯系列的 41毫米的速圈的三针表 还有呢 就是这款啊 优雅跃动的康卡斯马表 41毫米的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速圈的呢 还有34毫米 虽然尺寸小了 但是呢 它的基本上的这些特征啊 跟我们介绍的41是一样的 所以呢 没介绍过呢 是这款啊 所以我们可以介绍这种这款 哎不行 彭于怨来了 咱们先看看彭于怨 好的 让我们欢迎 欢迎Eddie 他骑着脚踏车出场 保护座屏幕当中 穿越到现实精准 演绎了全新康卡斯系列的 跃动灵感 在运动中 享受放松自在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彭于怨 谢谢大家来参加 浪情的这个活动 我们高兴浪情 邀我 可以再跟 来到上海跟大家见面 还有很多优秀的 跟他们表演者运动员 这场面可以啊 这款表就是刚从彭于怨手上撸下来的 开玩笑啊 彭于怨那款优雅约动 它是金盘 也就是香槟盘 这款是素白盘 但都是熊猫盘 不过呢 这款表 因为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上出现过 我觉得它是非常值得介绍的 比如说它的颜值 它的颜值好在哪里 我们曾经用这个现象体容貌这个标准来衡量各种各样的表 这是风险很大的啊 稍微不注意就会物伤有君啊 不过这款表呢 我觉得应该对浪秦来说 它应该它是很自信的拿出来的 除了这个颜值以外呢 还有它的这个机芯做工啊 机芯配置啊 都是 刘老师您先别讲了 那边说要款表啊 咱回头再说行吗 情况您也看到了啊 不过这家人这个环境也确实是有点不太允许我们仔细的这个讲解这款表啊 我希望我们可以跟浪秦 咱们跟浪秦 咱们联系一下 把这款表要到我们的棚里来 我们好好地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做一个开箱 我跟你说啊 刚才那表不是从彭于月手上撸的 但是这个可真是他骑过的 里面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 谢谢你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到了 咱们下期见